为什么不把战术弩加入所有模式并删除十字弩呢 战术弩比十字弩好用多了 为什么不用战术弩替换十字弩呢 原因有三个 一战术弩太强了 那是属性的全面提升 伤害更高 子弹出速更快 换弹速度更快 射程更远 还有特殊功能 如果战术弩加入到其他地图 那这把武器会非常厉害 尤其是那些适合老六的地图 会让很多地图的老六变多 影响正常玩家的游戏体验 二在其他地图无法使用特殊功能 战术弩对比十字弩有两个特殊功能 一个是使用火箭时 能够点燃茅草屋和茅草堆 另一个是修复被破坏的锁道 可其他地图都没有锁道 只有少数地图有茅草屋和茅草堆 所以无法使用特殊功能 加入也没有太多意义 三保持武器的多样性 吃鸡是不可能因为一把武器的上限 从而删除另一把武器的 就算它是全面升级版也不会 就好像平底锅 各项属性都比另外三把近战武器好 但也不会删除另外三把近战武器 武器越多让游戏内容越丰富 所以是不会这么做的